再来要关心到的是 新北市有民众因为车子抛锚了 找来了脱掉业者把车子要再往期修厂 结果脱掉车在科技执法路段变换了车道 跨越双白线被拍照 但是这张罚单却是落到了抛锚车辆的车主手上 让他相当不满之一说 科技执法难道都没有经过人工确认吗 对此卢州警方坦诚疏失 已经主动将这张罚单给撤销 在后续会加强教育并落实审核机制 明明是脱掉车违规 但罚单上的车牌号码怎么开的是上方被载的车辆 当时车主无奈发文 请脱掉车载运自小客车 结果脱掉车违规 这科技执法的罚单却落到自己的手上 他质疑除了电脑拍照 难道都没有经过人工筛选吗 虽然胜诉应该会撤单 但为什么要扰民呢 痛批这是超级白痴的科技执法 我回到家就收到罚单 好回看 因为我车在拖掉车上 蛮好笑的 你要科技执法可以 但是现在经过显示 他一定还有很多不足的地方 人民花自己的时间 自己的金钱 去证明自己没有错 其实我觉得蛮瞎的 这会很瞎 他又没开车 都没检查就送出来 上面讲的东西跟图片上是不一样 开之前要去检查一下吧 科技执法出现大漏洞 不少民众都傻眼直言 置单的远警都没在看吗 扰民无极限 还有人调侃 警察是要逼你把拖掉车 供出来吧 还有网友贴心提醒 下次上拖车 记得先折牌 将加强教育 及落实审查机制 将请仪器业者 再加强辨识功能 避免举发错误再次发生 警方坦诚疏失 也协助撤单 但这过程已经在网路 掀起热议 是李苏宇黄明胜 新北采访报道